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月 你那么相信我 沐导师 不会 你也没把握吧 放心 等着收灵石吧 大家请安静一下 今天 拍卖场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拿出两枚特制的宁麦丹拍卖 这两颗宁麦丹使用特法炼制 但是药效到底如何 妙经大师也无法判断 所以不知哪位愿意尝试一课 自然 倘若是药效奇特 或许能从六重 踏入到七重 我圣丹阁绝不讨要灵石 但倘若药效无用 甚至会对本身造成伤害 我圣丹阁 也绝不承担责任 我来 是七号 这家伙五年前就是六重境界了 五年来都没有突破 可真是不怕死啊 老子在宁麦境五年时间 一直不得突破 这辈子可能都没希望了 这枚丹药 我来吃 成了 进入七重成为高手 失败 死了 我也认了 好 好 这丹药是假的吧 我就说吧 要是真有效果 谁愿意做这亏到姥姥家的买卖 主持人 赶紧开始下一件丹药的拍卖吧 沐导师 看来您炼制的您卖单 一点作用也没有 就是废单一个 少羽公子 别急啊 你们快看七号 真缘入体 凝聚真缘 凝缘境 这怎么可能 早知道我就上去实验丹药了 怎么可能 凝缘境 我真的踏入到凝缘境了 大家稍安勿躁 现在 想必没有人在怀疑 这凝卖单的药效了 那么 这里还有一枚凝卖单 现在 就拿出来拍卖 拍卖 现在开始 起拍价 一千下品零食 我要我要 一千一 我出战一千二 一千五 两千 三千 一万五千块下品零食 那得是沐家的贵宾席吧 没想到沐家也忍不住出手了 大长老 这枚单要买下来 是为了给沐狼那个孩子吧 哈哈 没错 沐狼那孩子 只差一步 就可以踏入到七重 这枚凝卖单服下 他必定能成功踏入七重 那我先恭喜大长老了 两万五千 嗯 是刁家 必然是为了那刁牙云 年方十六 已经是五重宁气井了 岂有此理 五万 这两家族的长老 怕是要杠上了 五万 少羽大天才 十五万下品零食 我们可等着 我相信 身为圣丹宗天才 这十五万下品零食 对少羽来说 算不得什么 是吧 你 拿去 这是一枚极品凡器的空间戒指 内有十立方的空间 它的价钱 远不止十五万下品零食 嗯 很好 少兄弟不会是圣丹宗外门弟子 颜必出行必果 佩服佩服